大家好,我是文睿 昨天人民日报头版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就发了一个文章 然后这个文章题目看到以后吓一跳,也乐勾呛 然后他这个文章的题目是什么,我给大家念一下 是甘当人民群众小学生 我再念一遍,甘当人民群众小学生 大家看到了,是不是有一种想笑的这种感觉 然后他这个文章旁边还有一个文字叫总书记的人民情怀 就是把小学生和总书记习近平联系到一块了 那简单讲吧,按照我话讲 那你这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总书记是小学生 是不是这么个意思 然后他这整个内容,我给大家看一看 他确实是,反正是把习近平跟小学生联系在一起 他是怎么说呢 就说在一次所谓的什么研讨班上,开幕式上 然后习近平说了一段话 然后习近平他强调,强调什么呢 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甘当人民群众小学生 这习近平自己说,他自己要当人民群众的小学生 然后他里面有很多内容,就是把小学生这个词汇 反复不断的在使用 有一些排比句,我给大家简单念一下 就是什么,甘当人民群众小学生态度要端正 甘当人民群众小学生重点要明确 甘当人民群众小学生事业要广阔 甘当人民群众小学生方法要创新 反正这小学生词汇反复出现 刚才我念的它是一个四个小标题 整体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看到这个文章以后 我说这个人民日报怎么能这么报道 对不对,在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提到了这样的一个,其实在很多人看来 就是在贬低习近平的这样的一个词汇小学生 对吧 然后我在琢磨说,这个事情是不是我这么想 就是说,我是做时政评论的 当然我知道小学生,大家都指代什么意思 可能很多人是不是不知道 然后我还特意查了一下,做了一些功课 然后我就在谷歌里面,我就输入这个小学生是谁 就输入这么一个,就是一段话 然后出来的搜索结果是什么呢 第一条,反正我搜到的第一条是这样 大家可以去试 第一条就是什么呢 维基百科的一个就是内容 他的维基百科什么内容 就是他只要对习近平的负面称呼 就是你说小学生是谁 马上出来对习近平的负面称呼 就这么个意思 这不是很明确吗 对吧 然后我就看百度对于小学生是个什么态度 我就去到百度里面找小学生 百度他对小学生这词条有两个解释 一个是一般的,就是小学生什么意思 另一个就是小学生如果作为一个网络流行语 它是什么意思 他是这么解释到百度 我给大家念一下,大家听一听 这特别有意思 他说什么 他说在网络用语中 就是该词就是小学生 有三层含义 一是指某些人的想法 思维方式对事物的认知和思考能力 如孩童般幼稚 单纯天真 然后二是指某类在游戏经济中 技术水平水准较差 拒绝与对友沟通 独断专行 忽视团队合作 或者在社交网络中态度傲慢 恶语相向 以自我为中心的网民 大家能想到谁 我不过多去解释 你们自己去琢磨 你懂的 然后三是指没有接触过社会 或社会经验不足的人 这个是百度 中国国内的搜索引擎 百度对于小学生 作为网络用语的一个解释 这就不用多说 他那意思指向谁 对吧 而我的感觉就指向某位 所以说我想说的这些 就是这个事情 不是说我觉得 小学生指的是习近平 可能大部分人都知道 中国国内的人 可能很多人也都清楚 不要说小学生了 就以前谈到说 现在这位 大家都知道 是谁 你在百度里面 说现在这位 出来了很多 负面的这种评论 然后百度把这个词 也给过滤掉了 包括我在网络里面 你就说 以前我不前了 你说他 大家都知道指的是谁 所以小学生 指代的是习近平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话就说回来了 对吧 问题就来了 人民日报 你能不知道吗 对不对 人民日报 那些编辑 那些工作人员 排版人员 对不对 你那些领导 你能不知道 小学生啥意思吗 你都知道 然后你还在人民日报的 头版头条 最重要的位置 大标题 对吧 干当人民群众的小学生 你这什么意思 你为啥还要写这篇文章 那让我理解就是故意的 就是对习近平不满 你就是想高级黑 不是这个意思吗 习近平说了那么多话 你为啥要把这段话拿出来 作为一个大标题 放在那让人看 什么意思 你这不是就是让 让大家看习近平笑话吗 难道不是这个意思吗 可能你工作人员当中 有些人可能真就不知道 这个小学生 指代是谁 对不对 但是你不可能全不知道 你有很多 就是检查的人员 交定的人 你不可能都不知道 这一组人下来 难道就没有人提出质疑吗 哎呀 这个领导 你看我们这小学生 这次要出去 你看是不是会有一些负面影响 咱们是不是这 咱们改一下 对不对 没有人说 哎 反正就放出来 这习近平你自己说的 这跟我没有关系 反正你自己说的 要干当人民群众小学生 然后放出来 当作一个笑料 让大家看笑话呗 可能是这么个意思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就是习近平他可能 自己亲自指示人民日报 我说这段话 你就拿这段话 作为题目 写一篇文章 但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 几乎是很小的吧 对吧 反正这个事情 不管怎么样 习近平他自己说出来 干当人民群众小学生 或者他指示人民日报 这么做 发这样的文章 就说明习近平 他对于自己太不了解了 或者说他对于老百姓 怎么看得太不清楚了 他可能压根就不知道 老百姓认为他的水平 就是一个小学生的水平 他可能还觉得自己不错 觉得自己 干当人民群众小学生 好像自己还放下身段了 好像这种感觉 当然我说到这 就是我要回复一些 这个人的留言 就是有很多 很多人讲说 我认为你这个 对吧 整天朝要习近平 对吧 你的水平跟习近平 能比吗 人习近平 毕竟人家现在是 对吧 党政军权力 对吧 都在手里 那权力是如日中天 一言九鼎 在党内对于 那人家的能力 是不是你能做到吗 你整天不就是在 那小屋里面 对不对 就说点这些 可能很多也不知道 是真的假的 说的一大堆胡说八道 反正他们说的话 都很难听了 就这么说我 怎么说呢 这个事情 我是这么想 你说习近平有能力 这我不认可 什么意思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大家就明白了 你比如在一个公司里 在一个公司里 有这么一个领导 大领导 那这个就是 特别会玩弄这个权术 特别会搞这个斗争 特别会拉一伙 拉一伙 然后打另一伙人 对不对 最后 整个这个公司 从上到下都听他的 他的权力特别大 谁也不敢说一个不字 那见上他的头都不敢抬一下 见上这个领导 然后呢 也恰恰是这个公司 在这个领导的这个指挥之下 控制之下 整个这个公司效益 他真是 反正东西也卖不出去 一分钱也不赚 这个穷的不行 还欠了好多好多债 然后跟其他的公司 这个就是说 关系也非常不好 人家也不买他的东西 也不卖给他领土件 然后很多客户 也不买他的这个公司产品 整个这个公司 都快经营不下去了 都要关门了 对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好 你说这个领导是有能力呢 还是没有能力呢 是不是 我现在说的这个例子 就是跟习近平非常非常提及 是你通过你的斗争 权术 你在这个体制内 对吧 你把这个权力 都拿到你自己手里 其实很大程度 很多人是不想跟他争权力的 没啥意思 中国这个情况 你还争什么争 对不对 那你是拿到权力 但是你把中国 现在搞成什么样子了 乱糟糟 对吧 一盘散沙 对不对 你干什么什么都烂尾 干什么什么都是一塌糊涂 能说你有能力吗 谁能认可 你有能力 有能力是你把这个事情 不断做成 不断做 让他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 让他不断的变得 越来越兴旺了 这种状态 这才叫你的能力 不是说你把事情都搞得 乱七八糟 一打糊的 这叫能力 对不对 那不叫能力 对吧 充其量习近平 胆子大一点 对吧 敢打破规矩 对吧 然后加上现在 中共那些官员 都是很多都是很软弱 都是一些酒囊饭袋 所以他就抓到这个机会了 起码我觉得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对吧 但是现在 整体人在这个体制内 很多人都对他 非常非常不满 非常不满 大家怎么表达呢 就是反正大家胆儿小 也不敢直接反抗 那就是用这个躺平 摆烂的方式 我就不干活 对不对 就像这前段时间 贵州那个文章似的 对吧 你们自己看着办 在你们不帮我还 我们就还不上了 大致就这么个意思吧 反正是 所以说大家就全都 这么一个状况 对吧 就想看习近平笑话 然后整个人心 都是背向习近平的 而且就是说 一旦有机会 他们觉得 在很安全的情况之下 他们也会做些什么 给习近平挖了坑 让习近平难看一下 比如说 就这个人民日报 这个文章 对吧 肝脏 人民群众 小学生 这就是他们特意的 我觉得 要不你说不解释 解释不通 对不对 所以说这就是到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时刻 你看习近平 现在他权力虽然很大 往下怎么办 越走越难 越走越难 你看中国这个经济情况 咱们就慢慢瞅 好 这就说这么多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咱们下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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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